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在今天的影片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也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支持一下我这个频道哦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Hello,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思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我们将聊到的是4月份的 十二星座运势哦 那在这个4月份里面呢 其实像前几个月比起来 一到三月呢 有时候很多事情会是比较集中发生的 那在这个4月份开始呢 会有一些比较新的 比较不一样的局面发生在你的身边 你会觉得整个4月份开始呢 整个情况和前三个月呢 就不太相同了 整个空气是会变化的 所以在4月份当中呢 大家都要会面临到一个新的 一个环境或是一个新的挑战 那在4月份当中 其实因为很多六分项 那很多六分项的话呢 会让你觉得 这个环境带给你的是很多的小确幸 这些小确幸会让你觉得还蛮幸福的 虽然不是什么很大的 很开心的事情哦 可是这些小确幸呢 会让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觉得 有一些幸福的事在累积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4月份呢 对很多人来说呢 其实在生活的某一些部分上 会是很开心的一个月哦 那在这个月里面呢 我们收到有非常多的这个六分项 其中有一个呢 是太阳跟火星的六分项哦 那太阳跟火星的六分项呢 因为时间还蛮长的 会将近有两个月的时间 会带给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影响哦 对每一个星座的影响是不太相同的 但是呢 有一个比较共通的部分 就是它会增强这个阳性的能量 就是你会往前冲啊 你会很积极的这个能量 会是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的 可是呢 这个部分上因为牵涉到火星哦 所以难免呢 会有一些急躁跟暴力之气呢 也会跟着呢 整个提升起来 所以在4月份当中呢 你会发现有一些人可能很想哄 就很努力去推销自己 可是推销自己的过程当中 可能就会跟很多人吵架 也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现在这个社会上 不是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吗 可是在这个4月份当中呢 会更加的严重哦 甚至会一度延伸到5月 为什么呢 因为5月份哦 整个星象是不太好的 等于是4月份 大家觉得过得还不错啊 可是5月份就会急转直下哦 那4月30开始呢 冥王星会逆行 加上5月份呢 又有一些时象出现 而且5月份呢 也有一些不太好的星象 比如说水星逆行就会出现了 所以会让很多人感受到的是 从4月份到5月份呢 就是一种运气 本来还不错 突然降下来的一个感受哦 所以呢 我是建议大家在4月份当中 可以多做一些准备哦 像是你可以多存一点钱下来 因为可能5月开始 6月开始 有一些星座呢 会用到比较多的钱 会需要用钱的几率比较高一点 或者是呢 在5月份到6月份当中 有一些计划会产生一些变数哦 所以你的一些雨天备案 你的一些第二方案呢 一定都要先准备好哦 因此呢 在这个4月份当中呢 不要只是享受这些小确幸 带来的快乐哦 也要好好的为未来呢 先做下一些准备 才会让你在5月份 6月份 更加的顺利哦 好的 接下来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接下来的这个4月份当中 蛇星座的你 会有怎样的运气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上升太阳在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4月份的星座运势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这个4月份呢 其实对于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是属于相当犯小人的一个月份哦 小人问题的严重程度呢 可以说是12个星座的前三名哦 所以要相当的小心 那后半个月呢 小人问题比较少一点啦 整体的工作你会越来越顺利哦 后半个月就会好很多哦 那4月11号到4月30号 就是后半个月呢 有一些好运呢 是双鱼座的你 记得一定要好好把握的哦 那如同我们一开始说到过的 这个月里头有很多利友分享 会带给双鱼座的你很多小确幸 那这些小确幸呢 是会反映在你的工作上的哦 双鱼座的你呢 口才很好 说话很有技巧 也很会看风向哦 可以说是长袖善舞 和同事之间的互动呢 是相当良好的 那整体呢 团队合作的一个成绩 也是很棒的哦 另外呢 如果双鱼座的你呢 是政治人物 艺人网红直播主 这一类的公众人物的话 在这段时间呢 你会受到这些六分享 带来的正面影响呢 会让你很有魅力 讲话很有感染力 也很会创造一些话题哦 所以在网络上呢 声量是相当高的 可以说是活跃的社群媒体上 成为一位意见领袖哦 那当然呢 如果你的工作是属于网红 这一类的行业的话 这段时间多努力一点哦 你呢 会有大红大紫的机会哦 那这个月里头呢 有两件事情 要特别小心一点 第一件事是 4月1号到4月12号 这段时间哦 因为火星和土星 合相的一个影响呢 小人是会相当严重的 那终于做的你呢 可能会很明显的感觉到 小人在背后找麻烦哦 比如说这些小人制造一些不实的消息啊 或者是呢 就是不断的呢 去告状之类的 但这些事情都会传到你耳朵里面去 双鱼座的你会很清楚 是谁在放话 或谁在做这些陷害你的事情哦 所以呢 双鱼座的你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除了小心应对这些问题跟困难之外呢 也要想办法解决掉这个小人哦 另外一段要比较小心的时间是 4月16号到4月30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的你就是很容易过劳啦 主要是火星带给你很强的能量哦 让双鱼座的你在工作上呢 很拼很冲很努力哦 那常常就是会有废寝忘食的情况 或者是加班一直加一直加 那这种很拼很冲的情况呢 当然会让双鱼座的你呢 很容易产生过劳的情形哦 下班之后一定要好好的放松输呀 当然呢 可以减少工作量 就尽量减少工作量 加班呢 真的不要加太多哦 适度适量就好咯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双鱼座的同学们来说呢 这个4月份呢 在大考号正早考试方面 考运大概都是中等的 没有什么太大的风波啦 那假如双鱼座的同学们呢 在这个月里头多努力一点的话 自然在大考或正早考试方面 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哦 那小考号校内考试的方面呢 4月1号到4月13号这段时间呢 使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在小考号校内考试方面呢 考运大致中等的时间哦 那就看双鱼座的你呢 有多少努力 自然就会在考试的时候呢 考出相应的成绩来哦 那4月14号到4月30号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的同学们 在小考还有校内考试方面 考运是相当棒的哦 双鱼座的你呢 其实在这段时间呢 有很强的记忆力跟理解力 而且可以说是举一反三哦 所以在学习上呢 整体的这个成效是相当棒的 那特别是在理科方面呢 如果有考试像数学啊 物理化学这一类呢 比较偏向理科方面的考试呢 双鱼座的同学们 都容易有很棒的表现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金钱还有财运的部分 对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是见财运很强 可是还蛮容易被诈骗的一个月份哦 这月里头财运最好的时间 是从4月7号一直到4月30号 其实是还蛮长的一段时间 几乎是快整个月了哦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双鱼座的你有机会加薪 或者是呢 会拿到一些奖金哦 那如果你是自己开店 当老板 做生意 做网拍 或是做直播带货的话 双鱼座的你 亲和力很强哦 你的客户会相当信任你 也相当喜欢你 会让你的业绩呢 可以说是一路上扬 那这个月里头要特别小心的时间 是4月13号到4月25号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的你呢 可以说是有吸引这个诈骗集团的体质 很多诈骗集团呢 很喜欢接近你 很想要从你身上呢 挤出一些钱来哦 所以一定要特别当心诈骗集团的话术 另外是在这段时间呢 其实破财几率也还蛮高的了哦 有一些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财务损毁 遗失金钱 或者是会有被偷被抢的情况发生 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出门的时候 记得千万不要太高调 千万不要炫富哦 那贵重物品呢 也要好好的细心保管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身体健康 还有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在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接下来这个月里面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交通运势纳致中等的哦 偶尔会有几千呢 会有交通运比较不好的时间 我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 提醒双鱼座的朋友们 记得要来看哦 那在身体健康的部分上呢 4月13号到4月25号 这段时间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喉咙痛 或者是肩颈扭伤的情况 要特别注意喉咙 还有肩颈的健康 另外呢 有些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呢 是比较容易会有 跌倒受伤的情形哦 在运动啊 还有跑跑跳跳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安全 那4月16号到4月30号 就是后半个月呢 双鱼座的朋友们 比较容易会有晒伤 烧烫伤 或者是会有 雪光之灾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使用任何火焰 高温物品 还有尖锐物品的时候 都要特别小心安全 在4月的后半月呢 出门前呢 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哦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 桃花运的部分 对双鱼座的朋友们来说 这个月呢 可以收集你的桃花月哦 因为精心带给你 很强的一个正面能量 加上这些六分享呢 其实对你来说呢 会有很强的一个推力哦 让双鱼座的你 全身上发出很强的魅力 很多人呢 都会相当的喜欢你 主动的接近你哦 特别是在4月6号 到4月30号的这段时间呢 你身上的魅力 可以说是不断的增强哦 只要你多打扮一下 就会有很多人呢 主动想要跟你认识哦 那当然这些对象当中 是好坏参版的啊 双鱼座的 你要好好的细心挑选 那这个月呢 有几个管道呢 能够帮助你 认识更多的新朋友哦 像是使用叫软体啊 使用网络社群 或是经由你的兄弟姐妹 好友闺蜜的介绍 或是参加朋友的聚会 或是去夜店 都还蛮容易认识到 不少对象的 另外呢 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双鱼座的你要记得哦 看到喜欢的对象呢 要主动出击哦 千万不要太害羞 在这个月里头呢 你的魅力很强 只要你愿意主动出击 感情几乎呢 都会有很好的一个进展 哦 那也就是双鱼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个月里头呢 会和你的某一个朋友呢 从朋友关系进展 到情侣关系哦 就这样脱单了 这也是很棒的一件事 那如果双鱼座呢 你是正在追求 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你在这个月里头 魅力就是一天比一天强 所以记得主动大方一点 都跟你喜欢的对象 有些互动 有些联络哦 浪漫一点 千万不要害羞哦 有什么招数就尽量使出来哦 会让你喜欢的对象 对你呢 留下更深的好印象 感情呢 也会有更快速的发展哦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爱情 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那双鱼座的朋友们 在这个月要小心一点哦 这个月呢 你的外缘相当的好 很多新朋友哦 但是这个月里面 因为这样呢 你的另外一半 还蛮容易吃出不开心的哦 那这个月里面呢 从4月6号 一直到4月30号呢 都是双鱼座的你呢 邀约很多 朋友聚会很多 很喜欢往外跑 很容易交到新朋友的时间 而且双鱼座的你 因为在这个月里头呢 有精心给你的强烈的能量哦 会让你的魅力很强 可以说是很容易交锋引蝶啦 那你的另外一半呢 都是看在眼里面的哦 你不要觉得你的另外一半呢 好像都装瞎装死 或者是漠不关心 其实你的另外一半心底 大概都已经快气死了哦 那我知道很多双鱼座的朋友们呢 性格上就是比较不善拒绝啦 哦 有人想跟你当朋友 你就很开心的去跟他当朋友 那这会让你的另外一半 觉得相当的不安哦 特别是呢 4月16号之后呢 因为火星的影响呢 你和另外一半 更容易为了这种事情大吵 所以我会建议你呢 在这个月里头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就是4月6号到4月30号 这段时间呢 如果你真的要往外跑 去参加一些朋友聚会的话 记得带着你的另外一半一起去哦 还有呢 有一些双鱼座的朋友们 现在这段时间里面 很喜欢在群组里面 跟朋友聊天 跟你的新朋友呢 不断用手机的聊天哦 一直聊一直聊哦 这会让你的另外一半呢 越来越生气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尽量少在群组里面 少用手机呢 跟朋友聊天哦 多留一点时间 给你的另外一半啦 这样子呢 你的感情和婚姻呢 才可以更稳定的走下去哦 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边结束咯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成为我的频道会员 也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还有把这支影片 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